对于日本,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了解的并不多,下面我们就通过照片,来看看真实的日本。日本一个公园的外面,尽管没有人看管,但是婴儿车摆放了整整齐齐。 去日本旅游的朋友们可能会经常在大街上看到穿和服的女孩,穿起来很自然,也不会有人指指点点。日本的学校里,孩子们可以得到免费的午餐,而且吃饭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会在一起吃同样的饭菜。 照片中一个老太太正在过马路,尽管绿灯已经亮起来了,但是所有的车都没有动,静静地等待老太太过马路,日本的女生都有统一的制服,而且无论春夏秋冬,女学生都穿一个不过稀的裙子。 日本的一些女孩非常喜欢备名牌包,她们对包包情有独钟,各种名牌包随处可见,这是日本一家售卖各种品牌商品的杂货铺,这里几乎买不到价东西,这也和日本政府,对于售卖假货的处罚,十分严格,有很大的关系。 这是日本的一个农村,空气清新,风景秀丽,环境相当不错,这是日本的下水道工程,可见他们还是非常有长远眼光的,日本的一个流浪者在垃圾箱里翻找,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到位,这也给一些流浪者提供了便利。